是 從來拜師修徒 只有師父向徒弟有要求 怎麼可以 徒弟向師父說條件 龍姑娘, 我只是為你好 你聽我說好嗎 究竟甚麼事 是這樣的 在拜師之後 我一定會很尊重龍姑娘你 不過我就不會叫你做師父 只會叫你做姑姑 為甚麼 因為我以前曾經拜過全真教 趙志敬的臭道師為師 他終日到晚都欺負我 我連發夢都會詛咒他 如果我叫你做師父的話 假如我發夢詛咒師父 那就連累你了 好, 隨便你 那就好了 我楊過今天願意 拜小龍女姑姑為師 我楊過願意一生一世 都聽姑姑的話 假如我姑姑有危險的話 我楊過願意犧牲性命去救姑姑 假如我姑姑被人欺負的話 我楊過就會殺了欺負你那個人 假如... 夠了, 起來吧 是, 是的, 姑姑 楊過, 楊過, 從今晚開始 你過來我的石室睡 好, 去你的石室睡 睡... 從今晚起 你就睡這張床吧 睡...睡這張床 沒有了吧 這張... 你剛才說我聽我的說話 你就不聽了 聽了...你們說甚麼我都聽了 是 姑姑... 姑姑, 八張床這麼多 怎麼...怎麼睡覺 浩天之下 不知道有多少武學高手 想睡這張床 姑姑姑, 我也是為你好 你還喜歡多說話 你睡不睡啊 睡不睡 我... 姑姑, 我睡得了 你走不走 你睡哪兒了 我不用你擔心 我睡不睡 嘩... 姑姑, 你很本事 一條星這麼幼 都睡上去 不如你靠我睡醒絕技先吧 睡醒的武功 根本就微不足道 你只要在這張床 睡上一年半載 你就自然會領留到它的好處 過兒真的不明白 這張床除了洞之外 還有甚麼好處 這塊叫做韓玉床 是祖師婆婆花了十年的心血 去到極北的苦寒子地 在數塊像堅硬兵快之下 畫出的一塊巨大韓玉製造異性 你只要在上面練功一年 就等於一般人苦練十年的功效 嘩... 我睡在這床韓玉床上面 究竟怎麼可以修煉到內功 由於韓玉床奇纜無秘 當你睡在上面的時候 你就必須運行全身的功力來抵抗汗 久而久之 習慣成自然 就算當你睡著覺的時候 你都會不停地練功 一般人練功 就算是極勤奮的人 每天都需要幾個時間 你休息睡眠 雖知道修煉內功 乃逆天而行之時 血氣的運行也會和平常不同 因此當你睡眠的時候 血氣的運行也會恢復平常一樣 所以日間所練得的成果 都會虛耗舊成 但是在這種韓玉床之上修煉內功 不單止不會虛耗日間所練得的效果 更加可以加速進度 一舉兩得 而且這張韓玉床還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但凡修煉內功 最忌諱就是走火入 所以往往都不能過於急進 這張韓玉床 難以用天下間至陰至寒之物所製成 躺在上面練功 心火自然就會消除 所以連你供上來 都會比平常人快出一倍又多 只要你跟著我教你的口缺心法來修煉 你自然就不會覺得懶了 調響玉床 當時除了 詞曲 李宗盛 我還收拾心神 不服胡思亂上 李宗盛 姑姑, 原來你一直都關心過兒 你還說話?集中精神 果然精神爽 姑姑呢? 姑姑, 你去哪兒?姑姑 姑姑 姑姑, 你去哪兒?姑姑 姑姑, 你去哪兒? 姑姑, 你在哪兒? 你去哪兒? 原來是姑姑, 你好久見回來 我不知道多怕 你怕我甚麼? 我怕姑姑你丟下我一個人 在這裡不理過兒 我都說過 我今生今世 都不會離開古墓 你怎麼會丟下你? 不是 你跟我來 去...去哪兒?姑姑 你跟我來, 我教你武功 教我武功?好呀... 姑姑, 你不是想在這裡教我哪兒武嗎 不錯, 我就要你在這個籠裡練武功 好 過兒, 給我抓了你 姑姑, 你等我一會兒再抓 我真的沒氣 你只不過抓了半個時辰 就已經叫苦了 你這樣怎麼能練成武功呢 姑姑, 我來了兩天 都只是吃那些蜂蜜為生 一粒飯半塊肉都沒到我肚 我是飯桶嘛 你就算每天逼人心 我吃都沒用 你這樣說, 就是說一定要吃飯 姑姑, 你怎麼跟孫婆婆 不用吃飯的 不是不吃 不過自從孫婆婆死了之後 又不是沒有人煮的 又不是你就早點出聲了 你不會煮的, 我會嘛 似乎挺好吃的 不是你猜的 老實說, 我只是隨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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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煮的 正所謂考虎難為無米吹 可惜了 姑姑這裡又沒有雞又沒有肉 想煮一頓好菜 效勁一下姑姑你也不行 真是英雄無辱無之敵 但凡收集本門武功 一定要拼除喜怒哀樂, 清心寡慾 所以只能吃素, 不能吃肉 姑姑, 偶然吃了一頓齋 就說清下循璃而已 但如果每頓都吃齋的話 就真是口都淡了 我自幼就吃慣了清茶淡飯 你無須要在這方面花費精神 你不如用心練好武功吧 姑姑, 你這麼辛苦教我武功 我不僅很用心地學 我還要多煮幾頓好菜 去孝敬和報答姑姑你 姑姑 今天我們到此為止, 你休息一下 姑姑, 我還沒累 不如多練一會兒 今天不練 因為一會兒我還要去重陽宮 去重陽宮幹甚麼 如果今天我還不送解藥去 我怕勝召的道士會沒命 姑姑, 趙子敬這麼陰險奸詐 卑鄙無恥 為甚麼你還要給他解藥呢 一來子人罪不致死 二來他畢竟曾經是你的師父 如今他受風毒的折磨 已經有幾天 受的懲罰都差不多了 姑姑 師父 楊過, 你這個畜生 你竟然還敢... 龍姑娘, 你今天登門造訪 未知所謂何事 過兒, 你拿過兒給他們吧 去吧 去吧 本來這些鬼地方 就算找八人大橋台我也未必回來 可是我姑姑大發慈悲 我在免為其難之下才回來 今天我有兩件事 要向大家宣布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我正式已經改投這個 天下無敵武林至終的古墓派門下 第二件事就是我已經拜得這個 天仙下凡武功蓋世的小龍女為師 你...師父 從今天開始起 全真教和我一刀兩斷毫無瓜葛 你不是我師父 我不是你徒弟 趙志敬你聽清楚沒有 豈有此理, 你這個衝傷 今天第二件事 向大家宣布的就是 我是奉了姑姑之命前來 賜解藥給你的 雖然你這個人卑鄙無恥 黑薄小器 陰險獨立, 不仁不義 但我姑姑就慈悲為懷 心胸廣闊 大仁大義 過兒, 說夠了 快給他們解藥, 我們走 龍姑娘, 請留步 貧...貧道多謝龍姑娘 特來賜藥 剛巧家師有事外出 請龍姑娘盡量稍後遍刻 等家師回來 為甚麼要等候令師回來 是為了商量一下楊過的事 好笑, 剛才跟你說清楚 跟你們全身教一刀兩斷了 還有甚麼好商量 姑姑, 我們別管他 我們走 楊過, 你上次橫家暗算 打到我幾乎見祖師爺爺 這筆帳我還沒跟你算 你這麼快想走 死肥道士, 你又想怎麼樣 過兒, 不准再生事 還想走 過兒, 還不走 是的, 姑姑 楊過, 你敢不要走 楊過, 你還沒出夠醜 還不扶你師父回去 是 師父, 報聲 快點 這招一斤勾, 打了他 姑姑, 你教我這招真可憐 要不然你叫我 我早就打到那個肥道士 在哪兒像 過兒,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 這樣勾奪對方是不對的 姑姑, 你知不知道那個肥道士 平時已經欺負得我偷的 我不斷踢他, 勾他一腳而已 他已經騙了他 幹甚麼不對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你不應該 伸腳勾奪他 你應該讓對方自己跌倒才對 不伸腳勾他? 那他自己怎麼跌倒 你不相信? 好, 就譬如我是你 你是那個肥道士, 你過來打我 那個是你的, 是 姑姑, 剛才你那招真可憐 你教過兒 教你也行 不過你要繼續多抓一連麻雀 才可以開始學其他的武功 我就應該抓到姑姑 你放出來的麻雀了, 還要練 我一隻一隻這樣放 你當然可以全抓了 可是如果我一氣放多幾隻 我怕你未必能全抓 過兒, 這裡這麼多隻雀仔之中 只有一隻金師掌 你給我抓他出來 好, 你DRas 怎麼會 發生你的? 我決定, 你看要不然 看我要你 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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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兒, 你天資聰穎, 不勝又高 你的武功進步得很快 真的? 那我就可以找個臭道士 趙子敬報仇了 如今你也勉強可以打敗趙子敬 可是絕對不是周主機 屠傳親父子的對手 姑姑, 你放心 今天我可能打不贏全真七子 但是只要我勤力再練習幾年 我會有信心可以打贏他們 姑姑, 你知不知道古墓派的武功 比全真教的武功厲害很多 事情並非你想像之中那麼簡單 上次我之所以擺在丘處機手上 並非我們古墓派的武功 不及全真教 不過我還沒練成古墓派 最精妙的武功 是甚麼武功, 很難練的 不怕, 又明天開始 過兒和你一起練習 我很有信心可以練習的 你跟我來 姑姑姑, 為甚麼這間石室這麼古怪 我跟你說過 這間古墓原先的主人 是黃重陽 這間石室就是他練功的地方 場上所刻的就是黃重陽 轉換了大半生的武學精妖所在 而另一邊就是祖師伯伯的武功深蹬 自從祖師伯伯移居管武之後 花了不少時間和心血 終於讓他創出 剋擠黃重陽各種武功的方法 姑姑, 照之經和郭大功 武功再高也不會比黃重陽更高 只要你學了祖師伯伯所創的武功 你就能打贏全身教那七個臭道士了 只可惜 一直沒有人助我一臂之力 來修煉這些武功 姑姑, 以前沒有 現在有我助你一臂之力嘛 姑姑, 你還沒救本事 祖師伯伯所創的這套武功 叫做玉女心經 必須以仁童練, 互為卑助 當年祖師伯伯 是跟我師父一起練 只可惜祖師伯伯 練成不咎之後就去世了 所以連師父也練不成 不是, 姑姑, 現在有我做了你徒弟 我可以跟你一起練玉女心經的 練玉女心經分三個層次 首先要學古墓派所有的武功 然後就學全身教的武功 我只學了開頭 師父就忽然間與世長節 所以我一直沒辦法 修練玉女心經的絕頂武學 黃重陽各種武功 練起來也有很多困難 當年師父也有很多地方 沒辦法參考得到 我就更加不明白 姑姑, 那就容易了 只要我去全身教 抓個臭道士回來 逼他講出全身教武功的法文就行了 當年我們也有提議過 去全身教偷了你的武功心法和口訣 結果還被師父重罰 師父說我們古墓派的人 絕對不可以做出這麼卑鄙的口訣 姑姑, 全身教的心法和口訣 我全都會背的 過兒你懂得全身教武功的心法和口訣 是啊, 當日趙志經 他怕教懂武功之後我會對付他 可是他怕別人知道 他沒教過我的武功 所以他只教我背責所有心法和口訣 好, 那我們馬上開始 過兒, 你的武功 已經更上一層樓了 我說拜姑姑你所知就真 我說拜趙志經所知就真 如果你不是全身教的武功 心法和口訣 黃重陽留下的武功 我們就沒辦法練成 這個趙志經滿以為教的背中 這個口訣心法就可以害到我 誰知道龍巧犯絕錯有錯著 你說如果讓他知道的話 真是氣死他 全身教的武功的確是博大精心 不錯, 全身教的武功的確是博大精心的 可是祖師婆婆可以創祭出 玉女心經來克制全身教的武功 就足以證明一山就還有一山高 我始終也相信 古墓派的武功是厲害的 既然我們已經練成了全身劍法 又明明是你 既然我們每次都不選擇 既然我們要去跟全身教的武功 既然有很多的武功 既然是在做的 處理的武功 既然是成功的 既然是下班 既然是鬼落在嗎 既然是一級的武功 既然是有很多的武功 既然是一級的武功 全真業法的黑色 而且每一招每一招都把全真業法 黑制得毫無萬機之力 既然我們練玉女心經的外功 已經有初成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練玉女心經的內功 姑姑, 你明明 迫畫上的公仔說過甚麼 我聽師父說過 練玉女心經的內功 必須要兩個人一起練 我初時還以為可以 跟過兒你一起練 誰知道原來不可以 為甚麼 如果你是女兒神 那就沒問題 其實是男女兒有甚麼分別 難道真的用玉女才能練 你留心看看 壁畫上的圖案 為甚麼壁畫上的圖案 全都沒有穿衣服 玉女心經裡提到 修煉內功之時 身體熱氣沸騰 所以必須選一個 空曠無人的地方 身體衣物盡去來修煉 讓身上的熱氣 能夠即時散發 如果熱氣即存於體內 小則走火入魔 大則當床喪命 那就容易了 我們可以把身上的衣服進去 然後到外出練習就行了 只可惜練到後段 你也必須以內力互相導引防衛 你我畢竟男女有變 赤身相對又成何體統呢 我們可以在韓玉牆上 中間隔快步練習就行了 此事萬萬不可 練功所散發出來的熱氣 如果被韓玉牆逼不體內 我們只要練得一、兩個時辰 你我都會盡情驚脈而死 這樣也不行, 這樣也不行 倒不如這樣 你我分開練習 你有你練的, 我有我練的 到有甚麼不明白的時候 大家還拿出來商量 練玉女心經的內功 步步都極其艱嚇 時時刻刻都會有出錯的機會 如果旁邊沒有另外一個人來相助 隨時都會走火入坡 所以必須要合二人之力 才能夠衝破險境 姑姑, 我想到一個 練玉女心經的好地方 姑姑, 此處東南西北 都表無人中了 鳥獸有絕跡 絕對不會有人或動物 騷擾到我們的 只要我跟你能夠身處花蟲之中 到時大家雖然是看不到對方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透過花蟲 以手相抵 更加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 你說這裡是不是 真是天造地設的練功好地方呢 但是據玉女心經所在 練功之時 我跟你兩個人雖然是一起進行 但是當期間一個在陰進的時候 另一個就會處身於楊退的境界 楊退那個可以隨時停止 但是你陰進那個 就必須一氣呵成 中途絕對不能受外奸騷擾 而有所停動 否則後果就會不空設想 過兒, 由今晚起 我會開始修練陰進的內功 你要隔外留神幫我護衛 是, 姑姑 朱子經, 你終日出刑單打 無非都是我做了 全真教的首座大弟子 你怕我將來做掌援嗎 你不守清規 是他們 犯了我們全真教的戒律 有甚麼資格做我們的首座弟子 我犯了哪一條戒律 你犯了我們全真教的 第四條戒律, 淫戒 混帳, 我甚麼時候犯到淫戒 你終日神不守舍 招師無想掛著那個小龍女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至於你有沒有想著 抱她入懷, 溫泉親熱 無所不為 那就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你... 我們全真教 最重要是修心養性 而你滿腦之淫邪思想 這樣就不是犯了淫戒 朱子經, 你亂說 我沒亂說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朱子經, 你每天偷偷在紙上 寫著小龍女三個字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難道你連你自己的字跡 也不認得嗎 趙子經, 你很卑鄙 想殺人面頭, 我看沒那麼容易 我豈不是殺了這個卑鄙小人 姑姑只是練到最重要的關頭 你們兩個臭道師好打不打 偏偏打到這裡 讓你們兩個臭道師激死 全真教的武功, 你認識我也認識 要殺我, 沒那麼容易 你那找哲平這麼沒用的 快點逼回趙子經開去吧 快點逼回趙子 快點逼回趙子 姑姑 姑姑, 你怎麼樣, 姑姑 王烈日朝思暮想 掛著這個妖女 原來她躲在那裡跟人家偷情 你閉嘴 尹師弟, 你這個心上人 在那裡跟這個小畜生做這些下流勾當 你與其殺我 不如殺了這個小畜生吧 趙志敬, 你這個臭道士在那裡說甚麼 我說甚麼不好 不過, 人人都以為古墓派的小龍女 是個冰青玉結的姓女 想不到她竟然藏著那個男人 莫天赤地在那裡做下流的勾當 趙志敬, 你還說 姑姑... 龍姑娘, 你怎麼樣 姑姑, 讓過兒扶你回古墓 過兒, 你給我殺了他們 我不要讓他們在外面亂說話 過兒遵命 楊過, 你聽我說幾句話 你說話快說, 有氣快放 楊過, 事到如今, 你要殺就殺 不過, 我可以向你保證 如果今天的事故洩漏半句 一定以死謝罪 楊有食刑, 天諸地面 你要我相信你, 除非斬了你的頭 要我運至平死, 又有何難 只要龍姑娘開口說一句 我尹某死而無憾 好, 我就姑且信你一次 姓趙的, 我曾經拜你為師 讓你扣我三個向頭 如今, 你沒有資格做師父 把三個向頭給我 楊過, 你要殺就殺 你要我趙志敬在你扣頭 你休想 你夠骨氣吧 好, 我就成全你 過兒, 他說得對 不論如何, 他也做過你師父 事事不詳 你逼他發毒勢, 就要他不死了 是, 姑姑 今天算你幸運了 你還不馬上發毒勢 是 好, 今天除了這裡四個人之外 如果我有把這件事 告訴第五者 就願我趙志敬 申敗明你不得好死 好, 我就放過你 姑姑, 我扶你回去古墓 好, 小心 姑姑, 蜂蜜拿出來 來, 小心 好, 那個聲音 好, 孔子 我扶你 好, 孔子 不, 孔子 好, 孔子 好, 你好, 孔子 姑姑, 你...你...你...你幹甚麼 姑姑的內傷已經好不回了 不過我要在我死之前殺了你 不要, 姑姑, 不要... 我答應孫婆婆照顧你一生一世 如果我現在不殺了你 我死後就哪有面目去見她 姑姑, 我現在不殺你 才問我死後還是誰要照顧你 姑姑, 我求求你, 你不要殺過兒 姑姑 過兒, 你不用怕, 只是一劫 不會很痛 不要 姑姑, 不要 姑姑, 不要 不要, 不要殺過兒 姑姑, 不要 姑姑 姑姑 姑姑, 你原諒過兒 過兒不想死 過兒, 你不要走 姑姑 姑姑, 你不要怪過兒 姑姑 姑姑姑, 你不要怪過兒 過兒不想走 姑姑 但是姑姑, 你要殺過兒 過兒是迫於無奈才要走的 姑姑, 你下了一口氣之後 過兒一定會回來的 還是不是, 先走遠一點吧 不然被姑姑抓了之後真的死不了 走遠一點, 姑姑看怕也不會走到這裡 糟了, 又累了又餓了 也算你的田雞不幸運 走遠一點 糟了, 姑姑的傷勢不知道怎麼樣 不知道他會不會再嘔血呢 這位小兄弟, 哪條路可以上中南山 沿著這條小路走出大路 一直向東走就是了 李先生, 我有小話跟你說 有甚麼事 我問你, 你怎麼看都不看我眼 那樣子很難看嗎 不難看 原來田雞的樣子越醜就越好吃了 原來田雞的樣子越醜又越好吃 原來是傻子 他也有小孩 不是, 你不是住在樓附近嗎 娘跟我說了, 叫我不要跟立院跟生虎人說 說我住在哪兒 對了, 你叫甚麼名字 我呀, 人人都叫我傻蛋 甚麼你不知道的嗎 對了, 姐姐你叫甚麼名字 你叫我仙姑 仙姑 傻蛋, 仙姑想上鍾南山 如果帶仙姑上去的 一定銀仙, 仙姑就上來的, 好不好 甚麼? 都不能吃 這傻蛋, 銀仙可以賣東西吃的 但是娘跟我說 叫我不要到處走的 她就這樣跟我說 那你能不能帶路? 不帶 好, 你不帶吧, 我拎了你的耳朵 好痛, 仙姑救命, 好痛, 放手 那你還能不能帶路? 帶… 傻蛋, 這條路在哪兒? 這條路就是重陽宮的 誰說你知道, 我有重陽宮的? 這條是重陽宮, 那就是這條路是正確的 傻蛋, 我走這條路 這個道姑分明就是她活死人無毒 如今姑姑受了傷 如果她要對姑姑不利 那姑姑豈不是很危險? 師哥, 師哥, 我不走那邊, 那邊有鬼 有鬼? 是呀, 前面有那個墳墓, 很恐怖, 我真的害怕 傻蛋, 你真是古墓的, 馬上帶我去 不是… 傻姑, 那個墳墓, 真的有鬼, 很恐怖 我真的害怕, 我不去… 你不用怕, 我一見, 可以把鬼劈開兩截 傻姑, 你說真的, 你不要騙我 我又怎會騙你呢? 你快點帶我去丟鬼 很好玩的 又好, 我...我知道那裡有條捷徑 去那個墓墓, 很快的, 我帶去吧 墓墓打開了, 今天真是天上我 糟了, 昨晚太早了, 忘了關門 傻蛋, 進去看看 仙姑, 我好怕, 裡面真的有鬼 不如你進去吧 走吧, 有仙姑那裡不用怕 是呀, 走吧 不是, 你進去吧 走 走 啊, 仙姑呀, 我怕客人 你進去看看, 仙姑, 我來給你 不用膽了, 還不是男人來的, 你 看見怎麼辦? 祭祥無關 拜見师叔 希望你什麼意思 是 是 弟子洪凌邦, 拜見師叔 想不到世界上 竟有這麼漂亮的絕食美人 你師父呢?他沒來呢 師父命弟子前來 向師叔請安 你走吧, 古墓這裡莫說是你 就算是你師父 也不能進來 你受了重傷 看來我這次真是來得合適 回師叔, 師父特命弟子前來 取入了心經 請師叔把心經交給弟子 好叫弟子立即回覆命 你叫你師父來 我有說過要跟他說 師叔, 我勸你 得及就交出玉女心經了 要不然你莫怪弟子對你無禮 你敢 師叔, 玉女心經呢 到底心在哪兒 你有本事的就過來拿吧 那勝書弟子多多得罪了 傻瓜哥, 你沒事吧 一天都說過兒不好 姑姑你身受重傷 我反而離離而去 過兒是不必難過 姑姑剛才已經死過一次 知味, 知味也不是這麼難受 傻瓜哥, 原來你裝傻的 姑姑, 你這女人這麼可惡 我們先殺了她 過兒, 你還是快出去 關了道夢門 以免我師姐會進來 大方 師妹, 你沒問 我早已經進來了 師妹, 這個臭男人是誰 竟然認識我們古墓派的武功 你記不記得祖師婆婆早有遺訓 活死人物之內是不可以有臭男人在 難道你連古墓派的無愧 都忘記得一乾二井 大美人, 你不記得我了 原來你還差一點點 大美人 沒見幾年 你也一樣這麼嬌嚴動人 我見又年了 過兒 床下臉有塊石柱 你一陣子用力踢進去 然後馬上跳上去 是, 弟子知錯 大師伯 喂, 中計 老闆 有了 老闆 有了 嘭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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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似活着活 依耳 爱是远远远远远情 思一思有必思 至你与我此生永不不变事